剛才我們就跟校方去談判 我們就要求朝廷辦 校方都是諸多理由拒絕這件事的 就說可以復辦的機會 空間是非常之小的 講到最後他有兩點 第一個就是說很難請老師 如果與老師早上9點 晚上放11點 一個非人的生活很困難 第二點就是說如果有66個學分 上條到74個學分的話 同學是動來的 他們都是這樣說 剛才他裡面提了學費的 也不提了 那些時間表那些 後來又說那些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這兩點 我們現在都有些要求 要求校方就是一個星期 就給我們回應 如果他再不給我們回應的話 我們就會有進一步的行動 我想問同學那方面 都談了接近兩個小時 同學方面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表達 有沒有什麼期望 其實同學方面都表達了 因為其實這個課程 我們校方有說過其中一個最大的因素 要停辦的原因 就是因為上課的時間表 因為學分加了的時候 其實牽涉到上課的時間 其實是增加了 會令到同學在三年裡 完成這個課程很困難 那他在這裡說完這個因素 其實他是擔心學生 他未必有一個最好的學習 所以他就作出了這個決定 與此同時 我們同學聽到這一方面的因素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有強烈的不滿 因為在當中我們認為 無論那個學生是報讀還是不報讀 都應該把這個決定權交給學生 但不應該由校方去幫這個同學去決定 剛才補充一點 其實校方是講的 其實老師是曾經提出過一個方案的 就並不是一刀切 切掉所有的part time 他是76個full time的學家 36個part time的學家 他都形容這個方案其實是很smart的 我們都說既然是這麼smart 其實可以試啊跟著做 然後他又說時間不行 我們就提他如果week day不行 可能是星期六上學 因為其他part time的課程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星期六去上學的 他又說未必可以了 其實都是沒有正面回應我們提出的要求 其實校方有沒有解釋過呢 為什麼只是選擇停辦part time的課程 就不選擇是 即是同時停辦個full time呢 其實我剛才都有提過 因為那個上課的時間表 因為那個學分加了 他們就覺得part time 是又要上班又要上學 即是又要上學 其實他上不了這麼多個小時的學 那放了學又要溫書 又或者 即是根本是星期六日 可能做功課的時間又很少 因為加了學分 他自然的功課量又會多了 那這個其中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呢 其實校方都有提過 在城大專上學院 他來年的發展 其實他們仍然未找到一個新的校舍 即是這個仍然未有落實的 那所以變了 由於他2020年 他已經不可以再用九龍堂這個校舍 那變了其實我們的課程 亦都不可以在那個校舍去到開辦 那所以如果在 所以他認為 因為我們兼讀制的課程 他最多是可以給我們六年之內去完成 如果我們仍然繼續 即是校方仍然繼續開辦這個課程的話 有機會會造成一個效果 後果就是 去到2020年之後 有同學是未畢業 但因為沒有校舍而不能畢業 其實剛才是說 2020年6月 CCCU就要離開城大的大學本部 那我們的課程 如果兼讀制 正常是三個學年 但可以申請延長到六個學年 那如果今年招新的話 而他真的延長到六個學年 其實就橫跨了2020 那其實我們都即時問校方的了 譬如我自己是一年級的學生 那我都可以申請六個學年的 如果我讀到六個學年的話 其實我都是2021才畢業 都同樣會橫跨2020 6月這個日期的 那他們都沒有正面回答我們 又或者呢 當全日制的同學 他們正常兩個學年 但當他們可以申請延長 去到最多四個學年的時候 意味著呢 如果他一天都未找到新的校舍的話呢 今年很可能是最後一個學年 招收全日制的學生 因為明年 2017年9月 收的學生他們最長四年的話呢 同樣都會橫跨2021 但是他們都沒有正面去回答 今年的全日制的學生是否最後一年 所以這個呢 其實我們很多問他呢 他們都是答不了我們的 我問了就是 你一直都說就是 其實這個課程是一個社工的career path 其實是一個很緊要的一件事 你怎麼看了未來整個社工的行業的發展 其實我可以用一個過來人的身份去分享一下 因為呢 其實我在社福界已經工作了五年的時間 那在這段時間裡面呢 其實我自己很想有一個上流的機會 但是我根本沒有本錢去讀一些 full time 的 degree 課程 而part time 的 degree 呢 其實在現在的教育制度裡面 是沒有一個part time degree 是可以成為一個註冊社工的 因為現在的part time degree 其實是給一些已註冊的社工去讀的 那變成如果現在這個課程去停辦的話 其實我會看到一個是絕對是可以訓練到有質素的社工的一個課程 是被…就是…令到一班…令到一班有上… 即是願意上流的人 他沒有了一個可以享用這個優質課程的機會 可以補充一下呢 就是說呢 我們現在一年級的堅持的學生呢 有五十三人 那我們做過一個調查 其實呢 他們有不少是持有副學士 或者是高級文憑 這些是資理架構第四級的 甚至乎有學位這樣 在這個第四級或以上的同學裡面呢 有成七十幾接近八十個百分之的同學 那就是說呢 他們呢 可能呢 讀完其他的課程 輾轉去到社福界的工作 他們由低做起 那麼他們呢 都願意呢 由低讀起 雖然他已經持有第四級第五級的課程 但是他仍然不繼續讀 副學士這個… 社工副學士這個第四級的課程 都願意是由低讀起 那麼其實呢 坊間其實是真的有不少這些… 就是千年人 是靠這個課程去向上流 就是這樣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對於未來會不會還… 你們認為會不會還有機會 還有可以跟校方對話的空間 或者… 再… 有個空間可以在一起 大家可以聊 那氣氛可否真的可以做到這樣 我想… 那… 作為一個社工學生 我們不是說去… 去… 就是… 我們堅持才能見到希望 那… 就不是說見到希望才能夠堅持的 有沒有什麼呼籲給其他… 的… 的… 同業 或者現在讀的同學 有什麼特別的東西想跟你再說 嗯… 我認為現在… 就是… 停辦過程 我們做了一些行動 其實我們很高興 也都很感… 就是很感激一班 舊身 又或者校友的支持 那麼其實… 我們接下來 我們都很想有更加多業界的同工 不論他已經… 即不論他是註冊社工 又或者… 他是… 他是… 希望… 有個上臨機會的同工 很希望他們… 即是… 能夠… 關注這件事之餘 是可以… 能夠… 去… 去… 即… 向我們了解 即…如果他有興趣 他可以向我們了解多些… 這件事 那… 那… 以至到… 在… 在這個教教裡面 一個這麼有質素的過程 是可以令到更加多人去關心 和去重視 OK OK 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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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覺得呢 是原地達佈的 因為… 其實… 我們今天來… 為甚麼我們今天會希望和我們有個見面 就是… 我們很想… 我們很想藉著這個機會 就是… 我們去… 我們…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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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考慮我們的意見 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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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討一下究竟… 會否… 會否真的可以復活 那… 但是… 經過剛才… 兩… 大約這兩個小時的會面 或是談判 那… 我們… 是… 見到… 是沒有任何… 我自己個人其實是有點失望的 因為… 我們發信給… 院長 院長就是為… 派副院長來開會 但他又說他沒有權力 是去更改這個決定 那… 那… 今天的… 他一直在… 談判或者會議 那有甚麼作用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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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求他轉彈 最初都不是很願意 不過後來… 就是… 就是… 幫我們轉彈一聲 那… 所以我們其實… 就是… 我個人來講 就… 有些少… 是失望的 沒有人不服… 因為… 那時候上升了…